中心改变 歌后先合唱中唱 先来银银银银 用动听言 说一下散文的美 我在这个剧当中扮演的是 中年和老年丰子凯这个角色 然后呢我们在这个剧当中呢 这首《送别》它从开场到中间到结尾 它是贯穿始终的 所以其实它每一段的这个情绪状态是不同的 比如小朋友在唱的时候呢 他就会相对来讲的话更童真一些 然后呢到暮年的时候 他就是经历了一些人生的这种起伏 他的唱起来的那个唱腔 他会更加的有沉淀感 就是更加厚重一些 除了特有演员以外 主要演出一家合唱团的生态 来自亚风市十几家欧当学生 他们经历了整个个月拜年 在现在演出当中 他丁尊销正经风修来听言 我是从童安过来的 然后往返的路程大概是两个小时 我在这里交到了很多好朋友 然后跟他们也有不少话题可以讲 然后在这里学习 我突然觉得我的音乐唱歌的能力 有家有往上升了 就是弟弟妹妹还有姐姐一起扮演 过家家时的一个结婚游戏 素贵统计改变勇合 将一百个一百世与为民 会主作转身的音乐三文教 局中有方来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益处 领留红柱开围中生活文情 当真当处 更加温含一篇又一篇 送用人世间 亲闲闲门进京 这个活动它比较生动灵活 它从静止的画面走到了身边 有一群少年儿童的小艺术家 通过歌剧 通过演唱的形式来表达 对美与思想的一个传承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